1萬派15萬元 記者明瑞康才能報導 並歹徒共有三人 相及對象是許姓男子 仇傷成分許多 但曾經跟稅子調度成員已經有誤會 還說公主請要 難者總統沒有說稅子 是終極目標的稅則 因為終極目標的說法是保護過的 我們常說 終極目標就是保護推動 當時所指出的 也不是總統講的 那這個只是6米以上 大家6米以上就不同 基本的理念並沒有衝突 我以為我們在逐步 逐步推動 聚馬總統要邀請國際學者 來開審談的無權報告 是因為6米式習慣的槍絕產生變化 所以他表示 包部長現在民意志函學者 都會更衡查 曾部長已經寫信給九位委員 國際委員 那國際委員能到某幾位置呢 也有三幾個委員部分 那是我們的逐步 也是在逐步的邀請 逐步的跟他們解釋 好 報通通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有請求 記者 張立國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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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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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